Hi,大家好,我是Coc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外面下起了暴雪 于是我就想给大家做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主题 就是在加拿大冬天穿什么续命最合适 我要给大家实际测评一下 我所买的三个在加拿大非常流行的羽绒服的品牌 分别是Canada Goose, Moose Knuckle,还有Aritia 这三个牌子的羽绒服 它们在这样的极寒天气下 各自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那可以说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适合做这个测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那等一会儿呢 我就要穿着这三件羽绒服啊 在这样的雪地里面持地走一圈 然后来看一下 它们这三件羽绒服的表现 是不是都像它们宣传中的那么的耐寒抗冻 那首先来介绍的这件是我今天穿的比较多的 它这个牌子呢叫做TNA 这个牌子啊是加拿大本土的一个潮牌 Aritia旗下的 那这个牌子呢 这两年也是越来越受到当地的这个时尚媒体的这个追捧 然后经常上杂志 然后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它 然后国内现在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了 那这件衣服呢,这个我买的这个系列 这件叫做The Super Puff 这个短款 这件的价格呢是250加币 就是税前 那当时我买这件衣服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它的这个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Puff 就是泡肤一样 可可爱爱的 有点像是之前我们都知道的这个面包服 就很烹很可爱 然后当时店员跟我说啊 它除了这个样子比较吸引人之外 它其实最推崇的是它有四个特点 而在2019年的时候呢 它们这个系列呢 也是把它这个四个 这个系列的四个特点 都写在了这个内秤上面 那首先第一点大家看一下 它说是Ghost Down Fuel 就是说它里面用的就是鹅绒的填充 那第二点呢 是它有700加的这个Fuel Power 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的这个鹅绒的填充指数呢 已经达到了700加 那我之前在网上也特地做了一下功课 这个指数应该说已经比较高了 那第三点呢 它这里上面写的是 Weatherproof 就是说它可以防水防风 然后之前它也特别强调说 它的这个抗冻指数呢 可以耐寒指数是 零下20到零下30度 第四点呢 就是说它采用的这个材料 是耐磨抗压的这个材料 那确实是 因为我今年穿这件黑色 穿的比较多 比较百搭嘛 所以我穿的这段时间下来呢 我都觉得没什么问题 然后也没有抽丝啊 你看也不太容易挂到什么的 确实是还蛮不错的 那我当时买的这件黑色 是因为它百搭 但其实我在2018年的时候呢 也是买过他们家系列的这件 这件是一个黄色的 这个亮黄色是不是特别强颜 这件也是我进到店里之后 就是一眼相中的 而这件衣服呢 当时也是没多久就断货了 他们家的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色彩丰富 它每年都会出很多 缤纷的色彩 今年还有这个什么 我看到有眉红色啊 蓝色什么都非常的亮 这也是它的一个 另外的受年轻人欢迎的 一个特点 那我还是来看看 这件黑色吧 因为黄色真的是 超不耐脏 所以我才会又买了 这件黑色 那这件衣服 我穿上给大家看一下 我买的这件是M号 因为我自己的身高是168 然后体重是 还行 就比较中等偏瘦一点嘛 所以这件M号 我觉得已经很够了 给大家看一下 上身的这个效果 敞开来穿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 我把它这个拉链拉上 因为平常 在加拿大冬天呢 实在是要不了什么风度的 一般都是能够饱暖 就很好很好了 然后这件 它的这个拉链呢 也是YKK的 然后这个拉链这儿 还是比较顺滑的 然后拉上就这样 然后 这是它整个上身的 整体的效果 然后 给大家看一下 我特别要说的是 它有两点 上身的细节 一点是它这个口袋 它的口袋这个里面呢 是有点这样融融的 就是你伸进去不会冷 然后第二点呢 是它的这个袖口 它这个袖口的材质呢 是有点滑滑的 然后是有点松紧的 所以 你穿进去之后 你看 它这里就给你全包住了 然后就不会漏风 然后 比较舒适吧 然后 这个里面呢 也是 就是有一个拉链这样的内侧 里面也是融的 所以 有时候我就把这个 耳机壳 或者什么 小约票放在这儿 反正这件衣服的 整个感觉就是比较实用 所以我今年穿这件黑色 穿的是最多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来看第二件 这一件呢 是 Mousse Knack 这件衣服呢 是我来到加拿大之后 买了第一件衣服 是在17年买的 它的价格是 995加币 税前 那当时我真的觉得 哇 天价太贵了 但是因为刚来的时候 实在是洞傻了 就是极缺一件 能够耐得住寒的衣服 这也是 我爸爸妈妈心疼 资助我买的 要不然我真下不了手 真的有点贵啊 那这件衣服呢 其实也是比较有名 特别是在加拿大本地 因为它 你一看 它这个衣服里面吧 就看到这个 这个整个logo呢 就是体现了非常浓的 加拿大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 Mousse 这个Milu 还有冰球 那也确实是这样 你看它的这个logo 来看一下 它这个logo的设计呢 就是根据Mousse 就是Milu 在那个雪地里走的 这个留下的脚印 然后但是 因为它的这个样子 实在很像一把剪刀 所以我们后来 都叫它剪刀剪刀 然后特别是中国人 我们都叫它剪刀 然后现在反而知道剪刀的 比知道它本名的还要多 那这件衣服 我买的是一个 这样的长款 也是它的这个Pack系列 就是比较 中规中矩普通吧 然后比较长 所以耐喊一点 然后它的这个毛领呢 用的是Blue Fox 就是蓝湖的这个领子 然后它的这两个球 球就是 也是它的一个 另一个标志性的 因为很多它的女款呢 都有这两个球 就是在 戴上帽子的时候 比较可爱 所以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 让它的这个整个样子呢 就充满了 这个活泼的这个气氛 然后来看一下这件衣服 它也是比较收腰的 然后它的 你看它这里 很多的这个连接处呢 都是有这样的毛钉 把它毛住 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 这件衣服非常结实 确实也是很耐寒抗冻 然后很防风的 真的好重这件衣服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身的这个效果吧 还是这件衣服呢 这件衣服呢 我已经穿了大概有 两三年了 但是真的还是比较耐穿 完全不太会破损 然后它这个拉链呢 也是做的比较厚实 比较重 我给大家拉上 看我平常是怎么穿它的 然后就是 太冷的时候在户外 就是要拉到底 然后它这儿呢 还有两个扣子 你可以把它扣上 帽子戴上 然后扣子的封住 哇 现在感觉 听力都受到了影响 已经听不见外面了 然后你们看 它这里的这个口袋呢 在这儿有两个 然后你整个就是冬天这样会比较方便 然后这下面也有两个口袋 然后里面都是绒绒的口袋里面 穿上就是这样 它这儿有点收腰 这个系列 那其实我每次穿这件衣服呢 都觉得有点行动不便 那确实它是 因为它外面这么厚 所以风吹不进来 感觉很厚实 然后它呢 又可以抗 它的那个防寒指数呢 已经达到了零架40度 然后它的这个填充呢 用的是鸭绒 填充呢 我看到上面写的是650加 所以好像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TNA呢 还要低一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它反而价格要贵那么多 那我现在拉下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件衣服拉开的效果呢 其实要比它合上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更加的时尚一点呢 那这件衣服呢 我买的是M号 那其实我之前买过S号 但是觉得还是太紧了 所以我后来买换了一件M号 然后卖M号这件还挺合适的 对于我的身高来讲 那这件衣服 你看它的这个内侧呢 也是有两个袋子 一边是这边 还有这边还有个袋子 所以有些 你有些小东西放在里面 也会特别的方便 然后它的这个袖口呢 跟刚才TNA那件就不太一样 然后它是有一点毛线的 这个粗粗的 是比较常见的这个袖口 但是也是挺包得住的 就是也是不会漏风啥的 还比较舒服吧 这件 但我觉得 其实严格来讲呢 它敞开来要更好看一点 但是在TNA这种极端的天气下呢 很少会有这样敞开穿的这个时候 所以一般还是还是拉上那样子 就是看不见自己的那种比较多一点 那最后要介绍的这件呢 是我下了学本买的这件 Canada Goose的远征款的 2019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系列 那这个远征款呢 我买它是因为 第一我实在是非常非常喜欢它的这个颜色 也是想了好久 它的价格是1200加币税前 然后税后加起来差不多1300多 而且就这样呢 也是当时我在店里面已经卖断货了 没有什么号了 然后我在官网上 然后提前预定的 然后当时买这件呢 我特别比较了一下 因为它这个款 因为现在亚洲人买的很多嘛 中国人买的也更多 所以它出了专门的这个亚洲款 这件是更修身的 那我之前也试过它的这个普通款 就没有这么修身相对来说 那它这个远征款呢 而且它这个系列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 它是一个和PBI 就是在南极科考队 专门保护那个北极熊的这个研究基地 跟他们合作的 然后据说它每卖出一件呢 就会捐50美金给这个基地 然后因为有这样的logo在这儿 所以它的本身Canada Goods的这个logo在袖口上的这个logo呢 也移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来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啊 就是有一点中性和工装款 因为你看它这儿设计了四个袋子 那我想可能是因为之前 比如说给科考队提供的话 他们科学家在户外工作 装什么笔啊 这种都比较方便 但是平常穿的时候 你不会装很多东西 它只是这样的造型看上去 比较的帅气和中性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盖起来的这个帽子这边 它用的这个毛呢 和刚才我们看的这个Mousse不一样 它用的这个毛是胶囊毛 也正因为此呢 它之前在门店经常看到有人游行 就是他们有些爱护动物的这个组织吧 就比较反对这样 所以可能加拿大俄据说 今后也会慢慢的不再用这样的材质 然后来看一下它的一些 整个衣服我觉得也是感觉就是比较的这个结实 然后面料看上去都是比较扎实的这种感觉 然后据说它的这个防汗指数 它上面写的是零下30度 然后我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还不如刚才我们看的那个Mousse的那一件是零下40度 但它官网上标注确实是零下30度 然后它的这个填充呢 虽然这一件它是还是属于Canada Goose 但它用的是鸭绒并不是鹅绒 但是我说实话 我不是特别清楚有什么区别 但是平常大家就对它的一致感官 就觉得它非常的防汗抗动 然后觉得应该是所有的羽绒服里面 就是最能抗动的这个 我现在给大家试一下吧 然后它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首先它这个除了拉料之外呢 它还有这样的粘胶 就是粘扣吧 就是这样子粘住 就是除了这个拉链之外 就更多了一层这个防护了 然后它整个打开吧 然后它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设计 来看一下 它也是有两个背带 然后据说就是比如说你平常在地铁啊 或者什么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穿的 就是这样就是背在身上之后 你就不站手了 因为很多到了商场或地铁之后 你手你如果把衣服拿下来放手上就很重嘛 那它这样的话就是帮你解决了这个手上的问题 所以在这儿你经常可以看到在地铁和商场里 有人就是这样背着这个衣服走来走去 它也不是加拿大额的一个特别的这个设计 但是别的品牌也有 但是他们家这个是 也是每件衣服上都会有这样的设计 然后我来给你穿一下 我买的这个因为是亚洲款 我挑的就是M号 如果是你普通的他们欧美款的话 一般我看很多人像我这么高的 一般都是买S号或者再矮一点 XS就够了 一般中国的女性 那我现在呢要把这件衣服拉链拉起来 给大家看上 看一下平常穿上厚的这个效果 就是先把拉链一层 拉到底 然后对 它这儿有一个绒绒的这样 就是如果你这样合上的时候呢 碰到下巴和嘴呢 就是不会冰冰凉或者很渣 也是比较有细节感的一个设计 然后再让它全都粘上 帽子 带上 那据说呢 它如果在户外就特别急寒的情况下呢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穿的吗 是这样 就这样 就是有点像那个南方公园里面那个小人 然后就是尽量只露出很小一份 这样有雪啊风啊什么都不会碰到 它侧面就很好笑 你看 后面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圆针款的这个标志 转一身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一来的话真的就是我觉得你脸上也不会被风雪打到 然后留一点点看视线就可以了 就是然后它的这个侧带呢也是这样子就是这还有两个侧带 就是可以手这样伸进去 然后里面呢也是融融的 就是不会磨手 然后这下面呢 这两个袋子呢除了可以这样子放东西手上进去之外 侧也是有一个侧面的这个拉链的设计 整个来讲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M号我觉得刚刚好 然后袖口的这个呢也是 就是介于刚才的这个慕斯和TNA这两种材质之间既没有那么厚也没有那么薄 然后它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点容易拉丝 就反正整体就是会更加修身没那么宽这样子血也不会很容易轻质到 那这件TNA的慕斯呢和刚才说的这件慕斯呢 它们都是在加拿大制造的 而之前那个TNA呢它是made in China 就是在中国制造的 所以一般来说这两种牌子可能也是它会比较贵一点的这个原因嘛 可能这种人工都是比较贵一点 那其实它下面呢还有一个这样的设计 我之前其实在很多童装里面看到 就是给小朋友的那种 就是你看它这样一来 它这儿底下这里扣住之后呢 整个就是整个衣服就是跟你身上贴合的更紧了 就是所以它也是处处的细节 都是为了更加的能够抗寒抗冻防风防雪等等 那总体来说呢 这个TNA的慕斯穿在身上呢 就是没有刚才的慕斯那么紧绷的感觉 它整个还是比较的没那么重 然后整个比较松嘛 就是即使它这里都比如说我刚才裹住了之后呢 也没有很紧绷的感觉 但是我看到有小伙伴反应 说是Canada Goose他们穿了一段时间之后 会有这个钻绒出来的这个情况 那我目前来讲呢 因为我是2019年买的嘛 还没有发现 至于它的这个羽绒含量呢 据说这个上面我查了一下 上面写的是625 那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它跟刚才的这个TNA和慕斯比起来呢 都是最低的 那至于这个充容量 和它实际在户外的这个防寒的这个抗冻的这个指数 保暖指数来讲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那我们要经过实测才能够知道 那现在呢 因为现在外面的雪真的也是下得越来越大了 那我就赶紧抓紧时间去雪地里面 比较一下这三件的实际的效果 准备好了 我们出发吧 今天这个雪 哇 大家看这个雪 已经这么厚了 我家已经被埋住了 好了 出发 首先呢 我要把这个台阶挖出来 大家看到这个雪呢 现在已经到我的这个膝盖这儿这么厚了 今天这个雪真的是很大 然后现在外面不但有雪 还有很大的这个风 然后大家可以听到这个 这个风声 就是这个风声 今天比较好 其实就是这个风声 所以我们一会把这边 115分钟 我要摆ann 我们是世界上一开始的风声 现在我们今天要摆托 我们现在我们在顿我们 我们的颜色 我们要特别人 然后上车 我们要喝 我们家 哦 冻锁了 我的家又被埋住了 那刚才在这样的暴雪的天气下 大家也看到了 又有大雪又有大风的 我刚才是穿着这三件羽绒服呢 是各在外面待了几分钟 就是想实测一下 他们这三件衣服的抗寒的程度 但不过今天呢 因为是在下雪 所以这个温度没有特别低 大概是在零下七到零下十度左右 我先来说一下 我刚才穿的第一件 就是TNA的这个短款的 这件衣服刚才 确实首先因为它是短款 所以我刚才就觉得 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腿比较冷 然后再加上它非常轻便 这个材质来讲的话呢 我非常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风会从这个衣服里钻进去 就是这一点是感觉是很明显 然后它因为整个是松松蓬蓬的 就是没有很贴实和包裹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松松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是 比如说开个车 不会长时间暴露在外面 或者只是在市区活动的话 那穿这件衣服 即使在这样的天气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你在室内 比如说脱上脱下拿 也比较方便 开车也比较方便 但是如果你要长时间在外面走 我觉得不太行这件 然后再来看一件 再来看一下这件慕斯吧 那慕斯这件呢 真的就是因为你看它的这个 刚才就说了 它的这个外面的这个衣服的面料很厚 所以刚才穿上它之后 风是真的完全吹不进来的 而且你可以感觉到这个里面是 衣服的内层就是 我在外面走了一下之后 它是有点在发热的 然后裹的也是比较紧 就是基本上没有 不会感受到外面风雪这个感觉的 而且因为它是相对来讲比较长嘛 所以我的这个大腿部分什么 也不太也不太冷 基本上来说这件就是 应对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风雪天气的话 走在路上是没有问题 但是它还是那样 一句话就是很重 走着走着如果走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会热起来 然后你这时候也不能拖它 反正就是里面会发热 但是就会感觉越来越重 行动不是特别的方便 还是这一点 而且如果说我像我刚才 就是如果要去铲雪啊 要去除雪的话 穿这件可能也是不太方便的 这个感觉 特别袖子这儿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点拉扯 再来看一下这个Katana Kust 那这件呢相对 刚才这两件来讲呢 它应该是折中一点 就我同样觉得穿它 也是非常暖和的 这点毋庸置疑 然后它也没有那么的笨重 同样风呢也是灌不进来 就是也是这个材质 我感觉这个防风 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那不得不强调一点 从帽子的这个角度来讲呢 其实我刚才觉得 我之前试的这个 TNA的和这个MOOSE的 这两个呢差不太多 因为MOOSE它戴起来之后 也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没有整个很包住 那这里要提一下 就是GOOSE的这个 包裹性真的很好 就是刚才如果这样子 整个过来的话呢 它的侧面吹不到风 然后正面呢 就是你只需要录到 留一点视线来看前面就行 也是蛮好的 但是我就觉得说 如果你在旷野 就是比如说在户外这种 没什么车的地方还行 如果是在有车来车往的情况下 真的视线会比较遮挡 这可能是它的这个一个 一个弊端 但是如果你穿着这件是应对这种户外活动的话 真的脸部这些是 这三件羽绒服里面 我觉得是最好的 就保护的最好的 那其他就是说 其他因为它的这个长短 我没有买它最长款 因为GOOSE还有很多人会在 比如说像这样的极寒的天气下 就会买那种到脚踝的那种 那种可能就会包裹的更全 那这样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像我平时 比如说走一段去坐公车什么的 也是够了所以这件也是OK的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一个 暴风雪天气下的特别的分享 那我自己也想呢 因为想在这里生活居住嘛 想做一些像今天这样 就是比较实实在在的测评类的分享 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呢 也可以给我留言 那同时别忘了点击订阅我 给我点赞哦 拜拜我们下期见 对吧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